我們今天要提的健康關鍵字是前列腺 前列腺它的英文為prostate 那這個字的原有來自於古希臘的文字 那來源就是說有一個守衛者的意思 protector 就好像保衛的意思 那為什麼呢 這個東西前列腺它位於膀胱的下端 那只有男人有前列腺這個東西 前列腺它分泌了 佔了我們精液裡面的30% 使我們的精液能夠呈現弱鹼性 那這代表什麼 代表說我們男人在射精的時候 要孕育下一代的同時 必須要通過女性陰道的酸性的體質 由這些弱鹼性可以保護我們的精子 由得又遠 讓它存活的時間能夠越長 所以這是它名稱的由來 只有一種人 它不會有前列腺肥大的問題 那就是太監 為什麼 因為太監它沒有男性荷爾蒙 那前列腺在我們20歲的時候 它的大小大概20公克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20公克 就像我們吃的糖草栗子一般的大 那隨著年紀的增長 前列腺會隨著時間 每年2%到3的速度 甚至更快 那有些人到5、60歲 已經長到50公克 甚至100公克 也有特殊的栗子 會長到破200公克 那種的前列腺大概就會像蘋果一樣的大小了 那這時候前列腺在膀胱的下面 就會產生一些阻礙的症狀 那前列腺產生的症狀呢 我們分成7大症狀 那就是FUN 放 娛樂 F就是frequency 就是會有頻尿的症狀 U urgency 急尿的症狀 就是還沒走到廁所 它就快要尿出來 N nocturia 就是晚上夜尿的症狀 以前可以一覺到天亮 現在每天晚上至少要起來兩次到三次 嚴重影響到我們的睡眠 那再來的話就是WISE WISE 聰明 就是四大症狀 W就是所謂的Wish Trim 就是說你解尿的力道速度越來越慢了 I Intermittency 就是所謂的 它會開始分段 你沒有辦法一次解到完會開始分段 然後Axis Training 就是代表說我們在解尿的時候 肚子需要用力 它才解得出來 那E Incompletor Amputation 就是說它沒有辦法一次排空 所以常常會聽到老人家說 它明明上一秒鐘才去解完尿液而已 但是回到座位上 每隔五分鐘又要去解 然後裡面又有一兩百CC 表示它前一次是沒有辦法完全排空的 以上這七種症狀是前列腺的症狀 那哪時候需要做前列腺方面的治療呢 當你覺得這以上的症狀開始嚴重影響到你生活的時候 那我們就會開始介入藥物方面的治療 那如果症狀還是越來越嚴重 造成沒有辦法解尿 沒有辦法排空 甚至需要擦尿管的時候 反覆性密尿道發炎 甚至說因為解不乾淨 一直回堵到腎臟造成腎功能低下的時候 那這時候我們可能就需要考慮用手術方面去介入了